黑耳聊四季 天天如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斯拉夫人對上圍巾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紅方選擇的文明是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農田的工作效率提升15% 這件是10% 現在變成15% 讓他的效率變得更好的一點 其實也不是變成 原本就是15% 但以前15%的效率實在是太高了 現在改回來 斯拉夫人他的步兵 有擴散傷害的效果 但需要點下金冠技術 王家四重 所以電王時代的斯拉夫步兵是非常可怕的 他的寶兵貴族鐵騎 近戰防護力是4點 精銳是8點 到了後期總共有11點的近戰防護力 非常可怕 後期的斯拉夫人也可以轉出攻城器 只要對方沒有火炮文明 通常可以轉出投石車的弩炮 衝車進行反制 接下來介紹一下 維京人的部分 維京人的部分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有免費輪軸技術 跟手推車 這兩個科技大家應該也知道 他研發時間比較長 會研發時間省下來的話 可以多產幾隻村民 而且免費的經濟科技效率有關係 讓他變成綜合經濟實力裡面 最好的一個文明 但是維京人的後期 科技線是很不充足的一部分 他的工兵雖然有這個 維京狂戰士棒 但是他並沒有這個拇指環 雖然工兵傷害雖然高 但是射速並不快 那他也沒有火槍 也沒有這個 大 這個什麼 重頭 也沒有火炮 所以整體後期的科技線是相當薄弱的 那他的馬鎧的部分 是比較缺乏三級馬鎧跟品種的 所以騎士路線也是稍微弱了一點 而且也沒有遊俠 那維京人呢 他的後期打法 主要是打步兵單位 那步兵單位 雖然他有血量加成 但是他的槍兵呢 是沒有這個級兵的 只有重裝場槍兵 這算是一個維京悲劇啊 但是他有這個銀貫科技 有球杖 可以讓他所有的步兵 對騎兵單位 增加額外傷害的效果 而且在擊殺村民啊 或者是貿易 這個車隊的時候 還有這個老頭 可以獲得這個額外的黃金 那個人認為 這個科技是有點機制 大家會去點銀貫科技的時候 通常是為了他的 對騎兵額外增上效果 而不是為了獲得黃金 雖然這個效果 確實有讓維京人有這個 強海盜的感覺 算是增加他的特色 那維京人他比較厲害的東西 還是這個維京大戰車 但是阿拉伯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我們先不介紹 好 那維京人呢 他的後期主要是打強怒 還有這個 護兵單位 維京狂戰士跟劍兵勇士 那有人會說 劍兵勇士跟維京狂戰士 哪個好哪個壞 那我個人認為 維京狂戰士是比較適合打 需要擊中單位的時候用的 因為維京狂戰士呢 他的移動速度 是比劍兵勇士還要再快一點點的 那劍兵勇士的話 我是建議比較實用的 因為他有吃到軟甲技術 但是維京狂戰士呢 他是吃不到軟甲技術 所以遠方來說 是這個 劍兵勇士 會更好一點 而且他的造價 也會比這個 維京狂戰士更省一些 而且維京狂戰士 需要城堡 才能產生出來的單位 所以量產出來也是比較困難一點的 基本上 就實戰來說 劍兵勇士 更優秀一點的單位 那他肉碼的後期 是稍微可以用一下 去打一個分線 反正經濟也很好 偶爾可以拿來用一下 也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還是不太推薦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地圖 那目前兩邊已經點下了 封建時代 左邊呢 黃金帶左側 那下方稍微微一下 應該是沒問題 右邊也是稍微微一下 地圖看起來還不錯喔 至少有60分以上及格 附近的部分 就比較悲劇一點 兩塊錢都在前面 那剛好算是60分及格 只是因為他的金跟果子 在前期來說 還算是好玩 但這塊地就不太好 這是高地 荷龍被對方壓制住 可能要往外圍 圍出來一點點 這樣果子不會被騷擾 會比較好一些 好 那來看一下 斯阿夫這邊 斯阿夫這邊的果子 在前方 這邊要圍一下 但是這邊還是我高地 一整排的 這個要圍起來有點困難 黃金的部分 一樣是有金在前方 這邊看到棒棒兩隻過來囉 看一下這邊 兩隻棒棒的操作 黃金在左邊 也有一塊金在右邊 看起來兩邊的金 都是差不多爛的 那地圖一樣 都是三片木秀 平衡性來說 是蠻相似的 也算是 勉強給他60分合格 好 那斯阿夫這邊是轉出棒棒 那斯阿夫在這個局面上來說 他有一點小小的優勢 是他的這個 攻擊跟卵甲技術是免費的 所以他在這個時間點 有免費的攻擊 他省下來的資源 會比圍禁人還要多一點點 攻擊這個科技 是銘幣系消耗15-15% 對他的棒棒 在黑暗時代的時候 更省一點點 好來看一下這隻村民 有沒有機會被收掉呢 這又拉了一村過來 想要去卡一下村民 有機會 這邊肉馬扣的很好 哇 這一場是2200分的對決 這個玩家系的控制很好 那我們最近 頻道不會再上這個分數的部分 是因為我發現大家 並不是非常care 這個分數的部分 那比較常看我們頻道的觀眾也知道 我們頻道都是播1800分以上的比賽 基本上都是高端場 沒有什麼太大的爭議 只是偶爾嘛 高手也是會出現失誤的 所以還是會看到一些比較奇葩 或是比較 類似於我的這個操作 這樣比喻 大家應該比較好懂一點 所以呢 大家也不用太在意 這個到底是幾分 你只要記得 這是1800分以上的場 就可以了 好 那斯拉夫人 這邊已經點下了一擊射 工兵也已經出來了 裝甲步兵也已經升級上去 那圍巾這邊是打一個毛兵 稍微防走一下策略 並沒有打工兵開局 那工兵開局 對圍巾來說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且他本身的經濟效率很好 工兵線的話 是需要更多的經濟去支持 更快成型的一個單位 因為你要到城堡時代 點這個二級四啊 還有這個大雪啊 彈道雪啊 這個木材就要500多 還有200肉 100黃金 這點東西實在太多 還有奴兵的升級 所以圍巾人 工兵成型路線 只要能高速成型的話 他的殺傷力是非常強大的 但比較可惜的是喔 圍巾人的老頭部分 是比較弱一點的 那老頭呢 就是指這個升旅喔 那升旅方面 他沒有辦法 拿到一個很好的壓制效果 最主要是因為 裡面有這個 救贖思想 那後期也沒有神權政治 跟啟示思想 那後期的 抱團 老頭打法 會比較偏弱一點點 好 右邊這裡也沒有圍 我們這邊看一下 會不會被打出個洞來 應該有點偏困難 看起來是不會了 毛兵在家裡防守 毛兵在家裡防守 這邊是有點下 一級射要點了嗎 對有點掉了 斯拉夫這邊是有點一級射的 所以這個手看起來就特別差 唉唷 最後還是被打噴了進來 好 家裡兵過來回來防守 稍微微一下 把兵衝往後拉 OK 裝甲步兵 熱血開砍 想砍誰就砍誰 OK 毛兵第一時間回到家裡 收掉了弓兵 後面的肉馬 想來幫忙 砍了幾刀 但收不到剩下的毛兵 那現在斯拉夫人 轉成毛兵路線 八隻毛兵 配上兩隻弓兵 一隻裝甲 但是肉馬 打毛兵傷還是很高 OK 收掉了幾隻毛兵 好 這裡兩邊基本上是 同時點下了城堡時代的升級 好 衛巾這邊開始爆彩黃金 但是突然改配置囉 這個是高手的細節配置 然後看到黃金大概八個龍蛙 好像拿去配木頭 那配木頭的話 他可能是要轉一些 像什麼 弓兵啊 或者是要開TC之類的 所以才要配多一點木頭 但是要這邊轉軍銀 就有點特別了 雙軍銀轉裝甲步兵 那這就是我們剛剛說到的 這個維京人 只要適合打這個裝甲步兵的部分 民兵系 好 那斯拉夫拉兩隻到了前方 想要來打生頭嗎 那斯拉夫的生頭也是蠻厲害的 畢竟有這個工程器消耗的減免了 而且老頭有天生20%的移動速度加成 成型的速度會比其他文明更快一點 結果蓋了工程器製造所 就回家了 轉騎士 奴砲 這一個路線 他這邊是看準了維京人 沒有生旅 救贖思想 招想敵方工程器的單位 這個科技有 這波殺進來 裝甲步兵第一時間暴斃 常見兵這時候很難up上去 因為他配的木頭配太多了 這就是我們說的配置的問題 他這樣配通常都是要打工兵 不然就是要打工程器製造所 不然就3TC 開弄 他本人應該是想用開弄 然後轉長劍兵去防守 但打斯拉夫人打長劍兵防守 好像你搞錯了什麼 畢竟如果你打長劍兵 如果人家是打一個寶兵 這個情況下可能你也暴斃了 而且打步兵的對應上來說 不過斯拉夫更有優勢一點 畢竟他的農田加成更多 肉類或許更多一些 斯拉夫這波進去 已經讓維京人稍微重創到一些經濟 中間這一大片農田 剛剛至少快要一分鐘沒有在運作 所以肉類來說 現在斯拉夫是遙遙領先 現在領先人大概要600肉了 黃金還贏了快要400 400-500左右 所以維京人這邊是相當危險 這邊補下了一台投石車 要來壓制右邊城鎮中心 經濟配置上依舊是爆炸的狀態 經濟配置比較適合打這個 投石車奴兵或是工兵單位 主要是木頭配的太多 而且二級木也沒點算 現在沒有時間點 投車砸一發砸村民 所以最後還是收掉了一隻 好 開始砸這邊的城鎮中心 這裡趕快補一台清型頭實測 趕快來反制一下 那維京這邊是轉出了修道院 這邊稍微反制老頭是沒有問題 反制對方的騎士是沒有問題的 也可以撿個聖物啊 幫村民補個血 也可以 但通常會出老頭去幫村民補血這件事情 是比較少見的 連這個viper或hella也很少會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基本上 沒血就沒血了 再去刻一補 好像得太浪費手術了 OK 那斯拉夫人這邊點下了 輕騎兵的升級 那輕騎兵的話 他本身有抗招響能力 那這個升旅呢 有額外增上效果 只要砍兩刀就可以死一隻升旅 這邊招響一下 好 直接去抓掉 哇 老頭有點慢半拍 可能來不及 招一隻就是極限 但就被投資車給拍掉 哇 結果連極限一隻騎士都沒有 就直接被拍死了 兩隻老頭被拍掉之後 這邊現在沒有可以防守回去的力量 但還好 斯拉夫人這邊並沒有轉這個老頭出來 幫自己的騎士補血 那像這種情況的時候 我也比較建議 把這個殘血 最後半血 左右的騎士拉回家 然後家裡補個修道院 看著去撿生物啊 補血啊 都是一個比較好的發展 不然這個騎士送掉了 也是可惜 那斯拉夫這裡並沒有繼續打強攻 是讓圍巾人有喘息的空間 不然圍巾人剛剛那一波繼續打下去 可能會一直傷到經濟 但他可能也覺得自己需要開弩一下 他可能認為自己的前壓 壓得不夠果斷 所以回去搞開農 好 圍巾人這邊開始挖石頭 這邊石頭挖到時間還可以 3T7不斷村 然後開始轉農 打這個 挖石頭的路線 那待會圍巾人的城堡 可以放在兩個地方 OK 這邊先看一下這一波騎士過來 壓個一下村民 這六隻村民能逃得掉嗎 應該可以跑掉的一兩隻 一隻跑掉 裡面人滿為患 跑掉村民不多 這裡補下更多的槍兵出來 那我已經 步兵一開始這個槍兵就有66滴血了 非常多 甚至比一般其他文明的疾兵 血量還多上6滴血了 他還變成槍兵血最多的文明 還是沒有疾兵 這很重要 那他的疾兵 應該就是被酋長科技給取代了 我已經這邊一個樹帝王流程 我的天 七十二村 然後剛剛還有稍微打下出的老頭 而時間點上帝王相當不容易 這個玩家還是有兩千份的實力 看起來他好像一直被挨打 但其實他這個是在打這個防守反擊 防守反擊也是我最貼見的一個練法 就是你要一直去邊打邊弄 邊防守邊弄 但史拉夫在幾步的進攻 都抓到圍巾的一個兵力空窗旗 所以還是有傷到圍巾一些 這個經濟 防守反擊要怎麼練得好 這是蠻困難的一件事情 畢竟你要邊農又要邊出兵 這就是一個 不太好練 但是只要你練起來 你基本上是18加起跳 你大部分戰術都能應對 這邊看到圍巾 這邊是轉出了步兵鎧甲 看來還是最重要走步兵路線 轉出非常大量的槍兵 史拉夫人通常看到這麼多槍兵 一定會轉奴炮出來防守 而且對方也沒火炮 基本上也不用去防火炮 奴炮多出一點就行了 直接一個壓寶 這部壓寶有機會蓋得起來嗎 騎士過來上前應戰 往前戳 戳能戳掉一些馬 應該是沒問題 奴炮這邊後面繼續輸出 而且是高地輸出 傷非常痛 但是圍巾的槍兵數量實在太多 而且有血量加成優勢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第一時間 收掉這麼大量的槍兵數量 OK 這邊頭子車在炸個一發 頭子車是有機會收掉這些村民 好 再解掉一些奴炮 後方的四隻 好 頭子車在炸 這裡可能要硬蓋囉 圍巾這邊 沙夫剩下99% 蓋好 最後只剩下三隻村民 順利的蓋好這棟城堡 但是圍巾呢 現在這邊有帝王時代的優勢 巨型頭時機 已經產生出來了 所以這根堡應該是很快就沒有了 怎麼一直聽到我重拾在頂 也重拾在這裡 剛好被城堡擋住了 OK 我已經這邊待會要趕快補下 三級的步兵板甲技術 增加一下防護力 那以垃圾兵的情況下來說 防護力是優先攻擊力的 所非你的垃圾兵速量真的太超 超過於對方了 優先點攻擊力也是不差的 OK 板甲還是要先點 OK 哇 剩8滴 沒有 沒有解掉 8滴血衝車 會不會搞定 好 斯拉夫這邊轉出了貴族鐵騎 天生近戰防御室 非常可怕 6點 但是沒有關係 長槍兵本來就是打這個 騎兵單位的額外增傷 他防護力多少 多少少也是有補 但是額外增傷效果更明顯 這邊我已經可能要趕快找個機會 點一下酋長科技了 這個 斯拉夫的貴族鐵騎 坦度還是蠻厲害的 這邊拉著村民過來修一下 奴炮串燒 差點把這個 頭車給串掉 但後面奴炮 有點危險 全部收掉 沒有問題 維晶這邊立了大功 後面拉了一些槍兵 到對方家裡 稍微逛個一圈 但是槍兵的遠防實在太低了 很容易被這個 傳證中心喔 射到殘血 但現在有三級板甲 現在射一下只有兩滴喔 還行 好 斯拉夫代理補下了二級射 轉住了長劍兵 要來反制一下維晶的步兵 好 前方的 工程七字繞索 開始慢慢拆除 這座槍兵 讓斯拉夫帶了前線的壓制 出現一點防守漏洞 但這邊為什麼頭石車走這麼前面呢 直接被斯拉夫的騎兵 給抓了個正早 應該是沒救 然後維晶人這邊 村民雖然來到113村 落後於斯拉夫117村 落後4村左右 好 那斯拉夫這邊是打一個4TC 開弄 好 維晶人也補下了 增兵技術 還有長劍兵 右邊的大師牆 這個時候就去補下 好 後方強兵卡在那 好 這時候三攻快要好囉 兩邊應該變成一個修正期 先稍微快進一下 看一下兩邊地龍時代會怎麼打 那目前斯拉夫人升到地龍時代 分數是稍微落後於維晶一些些的 現在要反擊回去 維晶需要一點時間 這裡有一些騎士 開在騷擾 後方村民 哇 還擊殺掉了蠻多的 好 村民有點 校正回歸了 好 右邊偷拔石頭 被洛馬抓個正早 好 用雙手劍兵 開始壓制回去 但是斯拉夫這邊 奴砲數量似乎一點多 但還是被維晶人的步兵給壓了過去 直接解決掉了 好 那前面的巨型頭司機也被修了回來 好 這邊步兵數量非常多 強兵也在家裡防守 維晶狂戰士也轉了幾隻出來 來 稍微擋一下野萬燒了 好 這邊把巨頭直接加在門口 長劍兵過來送頭 雙手劍兵 隨便砍都可以砍爆長劍兵 哎呀 還沒升級就往前送了一波 斯拉夫這邊稍微劣勢了一下 好 這裡有一隻村民在蓋哨戰 被維晶這邊拉一隻村民開始暴打 後面這塊金 扶了回來 這塊野金 好 正面部分 劍兵有士已經升級上去 斯拉夫點下了 王家四仇 斯拉夫的步兵最核心的科技 這核技一旦升級完畢 斯拉夫人的步兵 就會獲得類似於 波蘭大落馬的 烈克提克一場 那種践踏傷害的效果 在野步兵對擋的情況下 維晶人可能是有點難打的 通常要打贏對方這種 王家四仇的打法 自己建議要出弩套 或者是要轉投石車啊 我會比較建議轉投石車 投石車會更優秀一點 整個砸個中頭兩三發 對方也會天崩地裂 那當然你也可以轉奴兵啦 奴兵本來就是 特製步兵單位的一個兵種 那投石車的話 我是更推薦一點的 之前我們的影片 大概一年前 VIPER遇到競技場 步兵大戰 用投石車砸爆了大量單位 就知道這個投石車多麼的好用 打步兵攻兵都OK 就是怕持兵而已 好 那沙夫這邊劍兵我是升上去 但是還沒有三級的步兵鎧甲的關係 所以現在還在等up 等這個升級升上去 那維基人這邊轉出來的是化學 那邊轉化學 其實太懂1是什麼 是想要增加 波充器的傷害嗎 加1 還是他要轉戰毛兵 回轉戰毛 有沒有可能 轉戰毛不可能 轉戰毛打劍兵勇士 肯定是1滴血 好 這邊直接開戰起來 斯拉夫的王家獅童 擴散傷害效果實在是太明顯了 一瞬間就打倒了非常多的 圍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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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巾的劍兵勇士 他其實也不差 對啊 手勢城堡應該也是很快速 然後放了少量的劍兵士 過來想要處理 前方的兩台巨頭也在一直燃燒當中 城堡就還是被解決掉了 劍兵士帶過來上前應戰 但是看來是有點打不太贏的情況 要趕快往後撤一下 這邊再打下去 就要投破血流了 前面這個礦一定要守住喔 這裡有3000多黃金 這邊夾帶一些槍兵出來 但是其實這種情況 維基人只要點下球掌科技 全產精兵就可以了 跟劍兵勇士 也可以獲得對騎兵的額外增傷 其實沒有那麼害怕 弱馬部分 有可能他還有在防貴族鐵席 也說不定 但以劍兵勇士的體質來說 他的傷害是非常高的 好這一波又要再開戰了嗎 13加4 17點 增加貴鐵 全滿的情況下 是11點 打一下還有6滴 6滴再加他球掌的額外增傷 打一打也有十幾滴血的傷害 所以其實劍勇打貴族鐵器 也不會太差 好 斯拉夫這邊補下大洛瑪的升級 大洛瑪在後期 是一個非常好用的機動性單位 基本上只有洛瑪在後面鬧 然後前面部隊一直往前壓 工程器繼續往前 就可以獲得一個很好的分推效 好 斯拉夫再次向前衝擊了圍巾的正面部隊 圍巾這前方的庫兵一個一個倒下 看起來是沒有辦法扛住王家四重的神 神奇傷害啊 70滴血 對上霸4滴血 血量差了14滴 神奇了神奇了 基本上 一般的劍勇打劍兵勇士 圍巾的劍兵勇士 是要再多砍兩刀的 才會死 但是 擴散傷害的效果 讓他只要多砍一刀 就可以搞定了 甚至砍越多越賺 好 圍巾這邊果然受不了 轉出了奴兵的升級 這邊果然轉一波奴兵 應該還有機會 前面這塊的精 挖一挖 還可以轉出大量奴兵 但是這邊沒有拇指環 所以可能要射得久一點 才可以射得完 後面可能要再補一些射箭場 射箭場不在前方有點危險 很容易出一點會被卡到 我們看一下喔 我在右邊 後面還有 圍巾的衝車 再進行衝撞 然後來解掉石頭的問題 好 步兵回首 奴兵升級上去 弓兵開架還沒有點 那弓兵開架是其次 OK 一升上去 有人進入強奴兵 那精灌技術 待會要找個機會點 可以再增加一點的傷害力 打這個 馬上就點了 好 圍巾的承認中心 直接被手撕掉 上方的劍沒有事 要回首 精灌技術 還有15秒才會升級好 點完精灌 還要 再等一下 敲墓兵數量還不是非常多 有20隻了 那還可以了 20隻就可以出去了 好 往前往前往前 這個應該要往前走 好 加一個強奴 來到了30隻 那看到對方轉出了強奴兵 斯拉夫會怎麼應盾 那見面上斯拉夫人 這邊只要轉出奴炮投死撤 摺一就可以打得贏了 那比較神志願的方法 就是出奴炮就行 而且可以穩定輸出 那投死撤的部分的話 是可以一息必殺 哇 你步兵往前送光 然後圍巾狂戰士 就是 你的強弩在左邊 去射工程器 這個有點怪怪的 好 操作失誤 操作失誤 這一波步兵應該不能上了 好 這裡補下更多槍兵 想要當肉盾 這裡的肉跟黃金有點不太夠 斯拉夫這邊還有 3000多肉 2000多黃金 這邊可以慢慢磨死圍巾 左邊偷按幾台衝車 再偷打 圍巾的強弩數量來到38隻 這種數量可以停了 圍巾人真的不轉工程器嗎 後期的投石器單位是非常好用的 甚至連對方的弩炮都可以打兵 圍巾真的是需要轉一下 投石車才對的喔 這一把看起來 還是要轉一下 好 哇 這邊強弩被貼到 劍兵勇士直接砍掉了一些數量 哇 瞬間少了10隻強弩阿 就知道這個劍兵勇士擴散傷害效果多麼的痛阿 直接砍到頭破血流 這波暴射一波 我已經狂戰士 這裡不能出 只能出劍兵勇士來擋 只出槍兵的話 三刀死一隻嗎 我有看錯嗎 砍三刀死一隻槍兵 完蛋 你這時候才要升鐘頭 等到涼了 還升好像沒有用了 OK 強弩 補了一些數量起來 帶到了15隻 但是這裡已經出兵點了 將他投石車出來 又一瞬間被打爆 但是這個洞口 讓這邊 步兵 損失的數量蠻多的 斯拉夫兵 開始下降了一些 好 這邊投石車 要出來嗎 等升級好 升級好 這邊投了一發 應該可以打掉 三四台左右 哇 一出來就被 劍兵勇士砍掉 右邊的肉馬也是殺的進去 牆母也是一直被追著跑 這就是斯拉夫後期 大肉馬很可怕的地方 遠遠不絕的一直按 農田15%的工作效率 讓他轉出這些大肉馬的 難度 非常輕鬆 好 這邊 維京直接一個 鬼轉大石牆 把這個牆圍在了石牆裡面 但是維京這時候 還是選擇了投降 哇 那這一把 斯拉夫的一個 經濟壓制 實在是太明顯了 後期的經濟 是會比維京還要好的 畢竟維京的搶著時期 只有在城堡時代 中間那一段時間 是他經濟的巔峰期 還有帝永時代初期 只要這兩個時間 過了之後 基本上 維京的經濟優勢 就會消失殆盡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 由維京人拿下了 幹 哇靠 這個 黃金的勝利 只贏了100而已 但其他資源全輸啊 斯拉夫人正是贏了 快要1萬5的資源 雖然維京人有4勝物 但終究還是打不贏 斯拉夫的工程器 加上王家四重的 擴散傷害的能力 KD的部分 則是拿到1.27 維京則是0.79 差了快要0.5的KD值 不管怎麼說 斯拉夫的擴散效果 王家四重實在是太OP了 傷害實在是太高了 後期還轉出這些奴號 維京人真的是沒者 一定要轉出頭死者才行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